跑步居然跑上了高速公路 有一位宏信游覽車司機 她昨天從大溪交流道 開到國道3號的時候 赫然發現有一名外籍女子 在路肩上跑步 嚇得她趕快停車 並且叫這名女子趕快上車 警方了解情況之後發現 原來這個女孩子是來自肯亞 是馬拉松選手 因為下個星期要到高雄參加比賽 想要趕快練習 但因為不熟路況才會跑上國道 游覽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 不過仔細看 一名穿著粉紅色上衣的女子 居然在國道上跑步 旁邊車輛高速而過 就怕有危險 宏信駕駛健壯 趕緊減速 叫她快點上車 駕駛打開車門 才發現這名女子原來是外國人 兩人語言不通 但宏信駕駛不斷比手畫腳 雖然跑者看起來好遲疑 因為半句話都聽不懂 不過看在司機怎麼著急 還是先坐上了車 剛才這名女跑者是來自肯亞的蘇珊 是一名馬拉松選手 曾經參加國道馬拉松比賽 拿下女子組第二名的好成績 而這次會誤闖高速公路 也是為了下個禮拜的比賽做準備 我們分隊剛好有位女性的圓警 她上個月也參加台北國道馬拉松的比賽 那眼間就發現到說這位女性的跑者 就是上個月參加台北國道馬拉松比賽 女生組的第二名 好在一名曾經參加過國道馬拉松的女警 一眼就認出她是馬拉松選手 順利把她送回家 把國道當跑道 雖然驚魂一場 但駕駛跟國道警察的竭力幫忙 也讓這名肯亞女選手感受到台灣人情的溫暖 有電TV 綜合報導